你自己去分给他吧 他这比较强啊 你自己去分就行了 好了那我们就走了你告诉他 我没人你给我 保管好你的肉 我们今天来逛一下阿富汗的这个巴扎 人特别的多 然后看到前面 有一个捡垃圾的小女孩 然后他在挽着这个饼 因为他是饿了 你问他在这里干嘛这个小女孩 他说工作不好 我今天工作不好 想吃什么叔叔给你忙 你问他你在这里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每天能挣多少钱 七十八十块左右 那今天工作不好是不是啊 那那你家里面 多少人 12个人 那你为什么要出来工作呢 你的哥哥 弟弟 他们的弟弟很小的啊 所以所以就要靠你挣钱 就是照顾你家里面人吃饭吗 那你想要什么今天遇到叔叔 叔叔给你买 没关系的你想想要大米还是想要肉 可以啊 可以啊 你知道哪里有肉店吗 附近近一点 怎么给你给你去买 你想吃羊肉还是想吃牛肉 怎么去给他买点 肉吧 问他想吃什么还是想要肉啊 这个小女孩啊 他有点害羞 他说他家十二口人 就他是最大的 然后其他那些都是些小弟弟小妹妹特别小 都要靠他 要工作很长时间才能 给他们买东西吃啊 然后今天我们看到他看了一个 看了那个烧饼正在发愁 估计是没有 没有挣到钱啊 给他买点肉带回家 高高兴兴的 好我们现在来到肉店了 那现在你问小女孩他想吃哪种肉 让他自己烧 他要吃哪种肉 要吃哪种肉 羊肉 羊肉多少钱一公斤 480 扛两公斤嘛 好我们还是跑了一个羊腿啊 他要一个老四锅 咸熟的刀工啊 他不剁一下吗 啊 不怕不剁就不剁了 来孩子 给你肉啊 小女孩他要吃这种男 给他买20个吧 20个 20个 好这里10个男 因为这里这里的小孩有点多让他让他去分 我们就不参与分了 你把你把这个男男给他给给给他分 他就抢走了啊 你告诉他这个这个男 你的这些朋友你分 你分一点给他们 我们就去分 你自己去分给他们 你自己去分给他们 但是不要抢啊 你自己去分就行了 好了那我们就走了 你告诉他啊 我没了你给我 保管好你的肉啊 在阿富汗啊 像这个小朋友这种情况其实非常的多 他们有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都吃不上一次肉啊 然后他们每次我问他们他们喜欢想吃羊肉还是牛肉 他们一般都选择羊肉啊 还是更偏向于想吃羊肉 然后他说 让我给他一点钱他自己去买囊 因为我的理念还是 就是这个现金还是不鼓励去给 还是尽量给他买一点这个物资啊 然后因为这个东西生活是一辈子的 这个能不能改变命运 其实我还是更多希望去鼓励他们去上学念书啊 知识改变命运啊 那能帮就帮一点 尽一份力就行了